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听到他们这样喊的时候 确实是心里挺不高兴的 茶根仔是他从小的符号 对于绅士的困惑 他一直埋在心里 不对任何人诉说 现在知道自己不是茶根仔的时候 其实自己还想着 更愿意做回这个茶根仔 有请 是什么让他更想做回茶根仔 他要找的人 今天又能否出现 大家好 你好 来 赵黄 林丁老相 你好 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我今年应该是31到32了 我想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 坐下 我特别听不得 我应该是 可见是小时候就是被拐了吧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 身边家里的堂哥堂姐 跟本村的朋友 在一起玩的时候 家里的堂哥堂姐 都在叫我自己茶根仔 他们就说 茶根仔 你不是你妈亲生的 你回你茶根村去 你是你姨妈生的 别在这里 因为我姨妈家是茶根村的 叫我茶根仔 有一次就是 我的一个侄子 跟他们玩 玩着玩着吧 就打了我一下 他还喊出了一句 茶根仔 当时我就 有点 火了一点 就是冲动了一点 随意的 一手就拍过去 把我吉子也打哭了 当时我一个堂嫂 他就跑出来问 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打吉子 怎么把他打哭了 我就说 他踢了我 我就打了他 当时我也没跟我堂嫂说 我吉子就喊我茶根仔 从小到大 别人在喊我茶根仔的时候 本来自己听到的都不是 很高兴 都是自己的一种 一块伤疤了 当时听到他们 这样喊自己的时候 自己的心情 也是挺失落的 伤心 因为当时他们 这样喊出来的时候 也在这样说 自己是姨妈亲生的 所以在心里面 已经默认是姨妈亲生的 姨妈对你很好吗 姨妈对我也很好 你后来经常见姨妈吗 经常见 见他觉得很自然吗 不自然 很尴尬 对 为什么 当时姨父姨妈 逢年过节的时候 来我家里的时候 我的堂哥堂姐 都在我面前说 那个谁 你爸爸妈妈来你 不快回去 当时听到他们 也这样 叫我这样说 我心情很失落 不高兴 明知道那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反而不能叫他们 叫爸爸妈妈 只能叫姨父姨妈 怪 怪怪的 对 在养父养母面前 他们不是我的养父养母 我反而叫他们亲生 爸爸妈妈 在我姨父姨妈 跟我养父养母面前 中间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归属哪一方 就是因为 从小到大 那时候 一直都以为是姨妈亲生的 后来就是因为 发现三件事吧 哪三件 就是 第一次呢 是我堂哥 就问起我说 你是 哪年哪亿 什么时间出生呢 当时我说 我不知道耶 我说 我要打个电话 问一下我妈 当时我打电话回去 问我母亲呢 我母亲她 含糊不清 说不清楚 当时我就 有点疑虑 在我姨妈 把我抱养过来的时候呢 可能会把我的 出生意识时辰呢 怎么会跟我 母亲说 但是我母亲 怎么会不知道呢 当时也没把这件事情 开放在心上 第二件事情呢 第二件事情 也是我堂哥 我跟他出去外面玩 他当时也跟我说 他说 你没有想过 你的身世问题吗 你有没有可能 是你 姨妈亲生的 或者是你从外面 人家抱养过来的 我当时也没想太多 我说 这我也没想过 因为当时 家里的一些情况 也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我也没听 他这样说起 而开始怀疑 第三件事呢 第三件事就是 那时候就是 在家里面吧 我家里的秋帝里面 发现了我 我母亲 在一张纸条上 写着我的 出生年 年月益的那个时间 出生意识 跟我的那一个 户口本上 对不上 当时我也有想过 问我母亲 但是我又想来想去 我以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 理由 跟我母亲说 说了之后 我母亲 她会不会 不跟我说 可能说了 也会怕他们伤心 所以我当时 也孤立也没说 一零年 我就偶尔有一次 就是请朋友吃饭 我的一个朋友呢 他就问我 他说 今天是不是你生日啊 我说不是 那为什么请大家吃饭呢 我当时的心里 也是咯噔一下 确实是啊 自己延伸 都没过过一个生意 连自己的出生意 吃都没弄明白 怎么去过这个生意 当时 也是想着 其实户口本上 按照户口本上的 登记的预期 是自己的生意 但自己不想去过 因为那是不珍惜的 不是自己的出生意期 如果过了这样的生意 也是在欺骗自己 欺骗身边的朋友 让自己过的这个生意 过得不是心安理得 过去你不知道自己生日 从来没过过生日吧 从来没过过 当时我就想着 必须这件事情 对于自己的身世问题 是要弄明白的时候了 刚好也是11年的时候 晚上吃饭 我就说 妈妈 我到底是我姨妈亲生的 还是怎么 我是在其他地方 抱养过来的 我妈妈当时就跟我说起 其实这件事 你不问我 起早有一天 我也会跟你说 因为你已经长大了 她说 你不是你姨妈亲生的 是你姨妈从外面捡回来 抱养过来给我 把你养大了 当时是在马路中间 可能是找不到亲人了吧 在东张失望的 当时呢 就是我现在的姨妈 在我们县人民医院 她去看病嘛 看到我在马路中间的时候 她说 怎么中间有个小孩 站在那里 也没人去拉 没人去找 当时刚好也有一辆拖拉机吧 开过来 可能也离我不是很远 所以当时我姨妈 就好像把我拉到旁边 当时我也是紧紧地 拉住我姨妈的手 也不哭不闹 姨妈就把你抱回家了 没有 当时我姨妈就 拉到我在旁边 一直在等 等到我家人来找 我姨父当时出来 看到我姨妈 带着一个小孩 就问我姨妈 你怎么回事啊 带着个小孩在身边 我姨妈当时呢 就跟我姨父说起 当时我的情况 我姨父说 带个小孩在身边 有意思的是毕竟家里的情况 当时也是挺困难的 我姨妈当时就说 要不这样吧 那就送到大姐家里去 当天呢就把我送到我 现在的妈的家里 当时我听到我母亲这样 跟我说 我不是姨妈亲生的时候 我心里一下子 觉得挺悲伤的 一下子就听到自己不是姨妈亲生的 当时想着 自己已经不是查根仔了 还不如 做回查根仔 做回这个查根仔 还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 所以当时 我母亲就看到我这样的心情 知道我也是不高兴 妈妈当时她就跟我说 你要去找你的亲生母亲 我不反对 我激起你去找 担心你去找之前 你现在知道真相 你应该要把那些事放下来 自己的心要放宽一点 别憋在心里 让自己高兴一点 当时我也考虑过我妈妈的感受 我说即使是找到了 我也不会回到他们身边 毕竟你们养育了我二十几年 我有手有脚 有我一碗吃的 也饿不着你们 就是确实有 两三岁左右的孩子 可能是自己在路边玩的时候 走丢了 走远了之后 有人看到这个海 可能早了半天没找着 有人就抱回家了 自己养活送回亲戚 这种情况比较多 你现在发现了一个 无人看管的孩子 首先找不到他亲生父母 就应该报警 由警方来调查 就是你看他这三个巨大的问号 我什么时候出生的 我姨妈是不是我亲生的父母 然后为什么我的生日和我的户口本上不一样 他的姨妈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影子的父母 换句话说是他有疑问以来 作为他的一个感情寄托的一个父母 但是当最终确认不是的时候 就是他会很失落 因为就是伴随着他几十年的答案 突然不在了 但是问题还是最初的那几个问题 所以他就是为了追求那个生命的真相 也就是这样 他才站在这儿来寻找他的亲人 如果一会儿一旦找到了之后 有机会吧 领着亲生父母和养父养母见个面 全家大团圆 是吧 我有过这样的想法 如果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的时候 我就想着如果我姨妈 当时把我捡到吧 算是我的一个救命之恩 再加上自己的养父母 对我有养育之恩 跟亲生父母有生育之恩 如果找到亲生父母的话 他们几个老人坐在一起 来撑撑倒地话着 说说笑笑的我在一旁 看到你其实也是挺幸福的 好孩子勇敢地站起来 走向希望之门 看看你的父母站不站不站 他们都会喊我茶跟茶 你不是你父母亲生的 你回你茶跟春去 现在知道自己不是茶跟茶的时候 其实自己还想着 更愿意作为这个茶跟茶 准备好了吗 三十多年之后 常来没过过一个生意 很可爱 很想过一个生意 为人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安静 你要不要 程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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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